所到之处 无不受到英雄士般的欢迎 阿根廷球王梅西来到法国后 从机场一路到记者会的饭店外 都有大批球迷聚集迎接 赔偿之大巴黎警方 还安排了大批警力开盗 让他享受总统规格的待遇 离开待了21年的巴塞隆纳 拿着30号的球衣 梅西正式加盟巴黎胜热曼 梅西和盛热曼的合约为期两年 还有一年的续约选择权 税后年薪是11.4亿台币 能与内马尔吉姆巴佩三人共组 明星阵容 让他感到兴奋不已 我来帮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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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西才刚率领阿根廷 在美洲杯夺下国家队首冠 他也承诺将再次出征 下一届世界杯 也许还可能会碰上 老东加巴赛 梅西的新30号球衣 也迅速成为 球迷抢购的目标 商店外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也让人见识到 这位当代球王 所向披靡的魅力 记者 旅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